那就先看看吧,总之以运动员来说,我自己的立场很简单 如果你不踩界,其实他现在也不越界的说,你不越界的说政治 是去数落香港的抗争者,去助纣违约的话,其实我也觉得看不到 话知你,你作为一个运动员就恭喜你 但是会不会觉得香港很有希望,然后就说香港总会有些人为香港打拼 我看到Fresh里面帮江文慧说话,尤其是一些女士都会这样说 今时今日在香港,很多事情都不轮到他选择 到时候他真的很有风骨,然后舔了,是不是你让他回来? 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那大家就不要否定他的努力了 但反而你相对而言,我就觉得何诗培 張家朗那些就乾淨一點 你起碼就是說 你如果真是專注體育 可以像他們這樣的 可以不去 人生在做這麼多鋪牌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 入清英會 上中國人民大學讀書 這些就是鋪牌定的東西 我就是懷疑在家裡幫他鋪牌 就是Polish 他很重要 已經安排好了 他又聽話又乖 而他講這些說話 年輕人講這些說話 是批准家人 他真的是一個乖女 他做給你看也是 哪有人正常人 年輕就是小女 他自願是做乖女的 那你自己想怎樣 家人想你怎樣就怎樣 真是奇怪 要不你就說他很有機心的 人前人後可能就是兩個樣子 完全是精神崩裂的 鏡頭後面其實 天天在吊自己做乖的 是不是這樣 那我不知道 那你說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這個就很多人 你現在很尷尬的地方 體育界不會為整個社會帶來多大的改變 最多就是會給大家 一時的麻醉 興奮 尤其是國力之爭 可以給人家一個 就是illusion 獨裁的國家最喜歡 以前納粹很喜歡 現在中共很喜歡 俄羅斯都很喜歡 蘇聯也是這樣 蘇聯年代已經在數金牌 奧運會 因為其實很efective 很efficient 舉國之力 去抬捧自己的國家隊 然後令到自己的人民很high 證明給自己的人民看 我們國家是可以的 如果你自己受一點點苦 是因為我們在很多方面 我們都剃造了很多的成就 所以就拿來麻醉人民 不是就等於 他搞什麼戰上太空 是不是上月球 就是這些東西 大概是 但我們也很多時候數過 例如你俄羅斯 又或者中國大陸 他很多的金牌 其實是沒有什麼商業價值 你反過來 例如我們在說西班牙 西班牙 他的奧運金牌數量 真的不是很多 大問題 你看到他們出類拔稅的那些人才 運動精英全部都是在 極具商業的項目裡面 是拿到成就的 例如說廢達娜 在網球裡面 是不是 又或者西班牙的足球隊 籃球隊 在歐洲裡面數一數二的 這件事情是 再說了 你問我 我的立場就是 Conditional Support 即是等於大學 就給了Offer 就叫做Conditional Offer 你作為運動員的話 任何運動員為香港震光 即是你有一種不得了的精神 很堅毅 然後可以照亮其他人 給其他運動員都一個希望 香港運動員是可以的 在這個範疇上面 我是支持的 其他以外的事情 不關我事 就令恆再淡 人是可以有很多身份的 一個教授可以在學術界裡面有很多成就 但他回家會打老婆 可以是這樣的 以前中大人就有過 是會有這樣的人 人是很多面的 所以你在你有限的認知裡面 你只能夠做有限的支持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複雜性 江文維就是這樣的人 如果你小心點 如果你不想自己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這個跟車太貼的 你就Conditional Offer 一個Support給他 如果你說 你拿完獎之後 立刻起人帶 是不是有建制會擊 沒有什麼好支持的 你就會變得很鮮力高 也會很不開心 你這個人會變得很嚴勢 網友已經在說的了 香港打到如火如荼 你還可以不是人間煙火 這個很難解釋 你說運動員來說 你說運動員來說 江文維就是表達了那件事情 剛才Lance分享的影片 但是我又不記得 有哪個運動員 表達過自己的政見 有沒有 如果這樣說的話 是不是各個運動員 都會在2019年的時候表達過政見 又要捐錢去612基金 又要捐錢去這個星火 有沒有可能 這樣說 不可能 不要玩 大家都很清楚 一件事 整個香港運動界的收入結構 是來於政府之助的 大鑊飯 如果他可以好像 例如歐洲的足球界 完全是商業運作 那我說什麼 你也娶我不像 哥迪奧娜那一隻 還是他自己主動做藍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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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要問這個問題 或者你做藍絲 是否必然 不難 要麼你就失敗的運動員 你成功的運動員 就算你自己本身不是藍絲 都好 都會抽過來 你看看剛才那些傻子的嘴臉 是吧 不認識你的 都會黏著你的 我想著 今年大熱門 都是何思培 張家朗這些 是吧 喂 江文維然受過傷 就算你內部去買 他都不是大熱 是吧 竟然被他搏仲 竟然被鄧炳強搏仲 都不知道是不是他打電話 給人家 推嚇人家 是吧 你要問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你覺得最後運動員是不能選擇的 不如我們要分開一點 你不可能知道 每一個人的政治背景 想什麼 那些事情 不可能 就算不是運動員 都好 每一個人都可以很當面 我以前 我就看什麼 我看這個 我看這個 House of the Cards 我很喜歡這個男主角 是吧 Kelvin Spacey 對 Kelvin Spacey 就是做總統那個 誰不知 他有什麼 他原來有 是很可惜的 是吧 但是如果他還沒做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給他一個 那些人 你說他跟青英會做了訪問 那他講了什麼 不是的 是有執委 他自己做執委 是啊 OK 那他有講過什麼 我不知道 現在沒有人說 有這樣的身份 現在暫時是這樣的 我就覺得 這件事 要大家思考一下 我自己就給一個 我反而很喜歡 阿滅姐的說法 其實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 開心來做什麼 真的可以分給你嗎 現在 先估好自己的荷包 是啊 其實 你說奧運 奧運有一個好處 所謂叫做 全世界都關注奧運 就停戰 世界和平 起碼在這一刻 先停戰 但是我這樣說 連登巴打了一個帽子 我又很喜歡他 他的說法就是 你看到 今時今日 奧運最興奮的 竟然是香港人 最清醒的 竟然是大陸人 他說 你看回微信微博 大陸人已經都不是很在乎 奧運 就是在乎奧運 是網軍 絕大部分的大陸人 在分享什麼呢 分享的就是 我又被人減薪 我又失業了 是在說出路的問題 是啊 是啊 就是一個 你集中精神 去暴奧運 所有其他事情 放下 是不是 不是有這樣的作用 有些甚至乎是支持 因為這樣 就是可以世界和平 起碼那個短的時刻 是 嗯 是這樣東西